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食辣消费比例最高的城市 并不在传统是辣的地区 而是一线城市 也许是因为辣椒被舌尖带来的刺痛感 让漂泊一处的人们产生了共情 即便是在传统概念里最怕辣的广东地区 辣椒也正在引领的城市口味新潮流 凉菜要上没有 凉菜啊 四十岁的张晓武是地道的潮州人 已经在同一家餐厅工作了将近二十年 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 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些辣的菜 就把它再融合到我们的潮州菜里面 去适合更多客人的口味啊 根基深厚的传统粤菜 似乎很难被时髦的元素所影响 但在某一天 辣椒来了 香螺在我国很多沿海地区都有出产 也是粤菜中出镜率颇高的食材 在传统的香薄做法中 将就保留原味 也曾经有低调的菜椒作为配料 而这一次 各色辣椒却高调登场 来自湖南的甘致小米椒 来自四川的甘致芷天椒 在热油中尽情释放天性 产自山西的青红尖椒 带来姜果香与青草香交织的味觉 香螺肉被复合的辣味包裹 以辣提鲜 这一刻 粤菜食材便有了纵横八熟的风格 香螺与辣椒 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对组合 却因为酒精考验的口感 和出其不意的味觉 收获了一众粉丝 就很脆 味道也足够 吃到后面会辣一点点 它那个干辣椒的香味都很够 而这直击灵魂的味觉感受 也给另一位厨师带来灵感 四层跟广东的融合 那我觉得这个深圳这个层次 也应该这样去尝试 谭星啸的本职工作 是一名甜点厨师 这一次 他要尝试把辣椒加入甜点 产生焦急 朝天椒与牛奶融合 将辣味的锋芒隐藏 再包裹浓郁甜香的巧克力 至此 辣椒早已深藏不露 等待着品味之后的瞬间激发 而在另一座超级城市 上海 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浓油赤酱 鱼韵咸甜的气息 辣椒的征途 是否会再次戛然而止 辣椒是什么我们不辣吃 强得很 还是喜欢吃一些本方的 上海人吃辣 可上海人真的不吃辣吗 辣的感觉也很与众不同 我觉得这个辣是我比较能接受的辣 现在就是越来越能吃辣了 可能生活压力大了 会需要一些重口味去刺激一下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在传统不吃辣的一线城市 本地食辣爱好者的年龄 大多不超过三十五岁 辣椒似乎已铸扎在传统与流行之间 成为一条美味的代沟 在越来越包容的上海 年轻的辣味也早已走入 国际化大都市的滚滚红尘 多种语言模式无缝切换 还能在工作之余优雅地喝杯咖啡 这位厨师完美演绎了正宗外滩法 二十岁左右就进入了中餐 中餐真的是一个博大精神 在我理解可以用不同样的一个形式感 来入这种国际化的一个形式 其实也是一个突破 张桂申租籍广东朝汕 是一位马来西亚籍的华裔 四年前来到上海 张桂申选择了一个 在当地并不常见的事业方向 新派川菜 白菜白味变化很多端 其实川菜本身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张桂申对美食的创作 不存在任何传统压力 川菜味型 中西规制 全球食材 都是可以打破壁垒 随意组合的元素 于是一套遵循西餐理智的川味正餐 诞生了 张桂申对食材的设立很广 主菜选用前东南黄牛的牛头肉 但只取中间一小块 胶质最丰厚的牛皮作为食材 西餐强调酱汁的调配 腊中带鲜的泡二斤条 酸香宜忍的泡野山椒 这两种在川菜料理中常见的泡椒 此刻营造出酸辣浓鲜的酱汁底 牛皮要炖煮四个小时以上 才能有银润的质感 远渡重阳的和牛嫩肉 和牛皮的性格迥异 轻描淡写的一烫一捞就已达到五成熟度 西式摆盘 川菜调味 既有让人不舍冻块的精致脉象 又有令人食指大动的味觉诱惑 这种融合的做法的话 有可能是只是在这个城市可以吃到了 味蕾的刺激痛觉 是一种可以跨越语言 国界的味觉感物 在上海 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都市 辣椒甚至成为多元文化之间的 一座桥梁 辣椒在城市里的征途远没有完结 一抹辣 叫醒人间 犹如星火燎原 陆路时光中的灵机一闪 时代弄潮者的放肆偷欢 辣椒让城市的千万共有者产生共情 并在不断提醒我们 不论身居何处 但求时光清浅 故人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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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